近幾個月有很多人問我如何設定頭髮 不好意思 上星期我剪短了很多 所以設定出來沒有上兩個頭髮那麼好看 我都剪短了差不多兩三寸 其實越長 設定頭髮越好看 美感越漂亮 今天大家要準備的材料有什麼呢 就是一個卷髮器 定型水 洗頭粉和一些夾子 香港太濕了 所以夾完之後 記住手濕的話不要碰 而且腳髮很快 而且要下定型水 還有做這條髮的時候 我會覺得頭髮的髮筋鬆一點 是會好看一點 沒那麼貼面的 所以用的時候也要下洗頭粉 令髮筋乾爽一點 看出來的美感會漂亮很多 卷髮器選擇哪一隻 我自己用了這幾年的蟹 是Betterlist的這個 看得漂亮 我想100-300元我們都買到的了 不用買什麼大牌子或者什麼東西的了 反而我買一個很貴的 有...這裡 Mika和Suzuna 不好意思 很貴也不太好用 而且我會選一些比較輕身的 所以最近我流行的夾子 一拿上手 哇 這麼重 我捲了這把大草的話 應該捲到我手臂了 所以選一些比較輕身的就可以了 這個要插濕電的 現在開始就教大家 怎樣變身先 變身前呢 我的頭髮呢 就是這樣的 有一把草 還有是軟底的 想髮筋鬆一點呢 現在我就是 下一點鹽...不是... 下一個洗頭粉 對了 這個是有機的洗頭粉 不下洗頭粉 也可以用一些粟米夾 夾一下髮筋 用這個BBNiss的捲髮器 是因為我的化妝師都用 所以我都買回去 幾年前買 要三百元左右 現在幾年後 我想三百多元吧 捲頭髮有什麼被捲? 捲得多就可以了 開始捲的時候 好像怪怪的 現在越捲越快 五分鐘其實都很快捲到頭髮了 每一撮我就捲大約十秒 不要太久 也不要太短時間 太久又怕弄亂頭髮 還有弄傷頭髮 太短的話 它保持不到這個軟度 大概每一撮 我要十秒鐘就可以了 還有一個秘訣 是我化妝師教我的 捲完之後 不要那麼快用手 觸摸了頭髮 因為你的手有手氣 濕氣 很容易會弄直頭髮 所以你捲完的側頭髮 盡量不要觸摸它 之後捲完 記得噴定型水 好了 夾完有沒有加分 今次這條片 希望幫到大家 怎樣選擇捲髮器 還有怎樣修髮頭髮